镜头转到北京来看 140年来最大豪雨造成的灾情 其中门头沟更出现了 580毫米的惊人雨量 到乡村水深及腰 还有一个生态园区 十几辆汽车直接被洪水冲走 这次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灾情 主要是因为强降雨时间 长达70个小时 看着前方被洪水冲毁的道路 北京门头沟民众待战原地 没想到转头又看见惊人景象 原本树立地面的大型牌楼 下半部完全泡水 四周围水势湍急 几乎没有撤离的可能 昼渡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北京附近多条铁轨遭到淹没 当中一列K396次列车 更因此在雨中滞留两天两夜 从我上车到过旧时期待 乘客7月30号上车后就受困车厢 北京武警直到8月1号才抵达救援 并带着上百人以徒步的方式冒险 走过多个悬空路段 北京到处柔长寸断 勒谷淫滩景区的游客中心 充满泥沙汗垃圾 就连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指示路标都只剩上半部浮在水周 大陆华北灾情多到整条淹水 道路满满的都是橡皮艇 通讯中段也拉高救援难度 我们现在手机啥全都没电了 都连不上 要是有能连一下的话 尽量投奔亲近 因此得使用无人机 像失联村庄空投充电器和卫星电话等 或是徒步好几公里 背出儿童或行动不便的老人 画面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现场是有大概十几栋的建筑 他们的一层都已经完全进水 水深处是有三米多高 我们发现最高的地方 其实已经接近了一个公交车站 顶棚的这样一个位置 大陆气象单位指出 这次光门头沟的平均降雨量 就达到322毫米 当中最高的是门头沟高山玫瑰园 也有580毫米 创下平时雨量的三倍之多 大陆媒体整理灾情地图 发现淹水范围相当广 在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和桥东街的交界处的 中昂时代附近 山洪已经将桥面淹没 只剩下明黄色的桥边护栏 从另一个角度的视频里 能够看到 这里路上的白色护栏 已经被洪水乘排冲走 中昂时代南边 是门头沟区政府 从视频里能看到 路面已经被水流淹没 门头沟政府东南侧的 道乡村前一度水深及腰 中门寺生态园区附近 同样受灾惨重 大水直接冲走 十几辆的小轿车 还有大卡车 那么目前为止 北京地区的平均降水量 超过了260毫米 这也是原氧超过了 北京721的平均降水量 大陆气象分析 这次灾情惨重 主要受五大因素影响 包含降雨时间特别的长 超过70小时 影响范围大 累计雨量大 局部降水量特别高 还有地形特征明显等等 各项统计基本上都高于 北京2012还有2016年 两次重大的水灾 目前北京部分地区 大水逐渐退去 却留下满地的垃圾 还有受损车辆 但镜头看不到的地下室 还是呈现淹水状态 我们现在正在家里抽掉 抽水泵 对这个地下车户 以及居民的地下室进行抽牌 然而北京之后 恐怕轮到黑龙江挫肋蛋 当地已因为暴雨发生 桥梁坍塌 一台白色的轿车闪避不及 当场坠落桥底 过程也被后方车辆 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静好白色轿车的驾驶 最后被路过司机和乘客 合力救起 惊险保住一命 追根究底恐怖雨灾 还是与杜苏瑞有关 自从7月29号 杜苏瑞才于环流中心 抵达河南河北后 旁边的高压霸阻挡 导致云雨带浙流 紧接着随后生成的卡努台风 也在输送水汽 最终导致华北爆发极端降雨 还一口气创下 140年以来的雨量记录 讽刺的是 这波雨灾发生前两个礼拜 大陆才刚出版一本 习近平的治水论述书集 如今看来恐怕是毫无用武之地 底新闻综合报道 北京城大烟水 位于北京西南方的卓州 烟得更惨 水要退恐怕要一个月 出动小艇一艘一艘往返救援 眼看着水深 已经快要逼近路上红绿灯 接近六公尺高度 出动直升机空拍一看 大陆河北省的卓州 已经成为汪洋一片 多处居民无助 受困家中 昨天一直往里灌水 现在已经灌满了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弄楼 是什么情况 洪水还一直冲发着我们这个楼 许多人住家都被淹掉了 面临断水断电危机 只能跑到顶楼等待救援 困了多久了 不论是行动不便的老妇人 还是抢宝中的小婴儿 卓州市救难人员与时间赛跑 能救一个是一个 这次的任务我们是去水上人家的 研究几个小孩 特别是一个四个月大的一个婴儿 来到水深高度急凶的房子 救难人员立刻拿出脸盆 把小婴儿装在里面 这一次浊州水灾为何这么严重 原来北京地区遭受杜苏瑞 台风侵袭 暴雨不断 临近城市都遭受波及 那我们知道浊州市是位于 北京市大概引南75公里的地方 那它是位于一个北京 天津和宝定的一个三角的地带 那也是被誉为经济的南大门 浊州交通位置便利 加上位于三河交界 是许多快递转运的中继站 然而现在这些物流站 全都成为重灾区 目前这个由于形同造成的 这个水位的快速上升 很多快递公司的这个转运中心 以及快递网铁 也是受到了此次洪水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很多的库房和转运中心 都是被水淹没了 不止物流停摆货运大乱 有消息传出 大陆政府疑似为保守都北京 竟然偷偷泄洪保金 故意让房山区水库 泄洪到浊州 一旦上游水量过大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 较大的水源面积 和较高的水位 因此浊州一旦出现洪浪 那么其危机程度和救援难度 都会非常大 突如其来的泄洪水流相当湍急 让深夜里救援行动充满挑战 大陆政府一直政策背后牺牲多少无辜民众 加上浊州的地形道路材质 本来就是大问题 所以他们的地面往往还是硬化的 不偷水 而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路面 则是可以吸水的 像海绵一样 把路面的积水 短时间内快速分流到地下 四通八达的排水管道中 尽管现在水位已经慢慢退潮 但预估整个洪水区退水 还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 而未来两天 大陆东北地区也进入大雨警戒范围 黑龙江哈尔滨市地下道 瞬间涌入大量积水 民众加快脚步涉水 因为当地已经紧急发布暴雨 红色警报 机场关闭 学校也停课 包括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等地 强降雨 强对流 天气将持续 还得防范卡努台风的外围环流 让大陆地区持续受到洪水威胁 TBN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